好刚提到啊说这个白饭之乱 现在在网络的声量 竟然大大的超过了总统大选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来讨论一下总统大选 白饭这件事情先让他平息吧 总统大选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呢这个五战五散的金普聪 现在已经进入了侯友宜的团队 要来当他的CEO执行长 那当然了金小刀出鞘 一定有他的这个绝招在嘛 他昨天也接受了其他媒体的专访 那针对每一个问题 他也都一一的来回答了 首先就是问他说这个中常委啊 是不是会在今天的中常会上面 直接就来个卡侯啊 把他换掉啊 这个金普聪就说了 郑立文 蔡振元 邱毅 特别点名这三个人 制造分化 居心叵测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郑立文是吴敦义提名的不分区 任期到了他有他的想法 如果你说一次可以说是情绪发泄 说两次说三次就不单纯了 这是金普聪的回应 好 再来问他 那接下来到底这个侯友宜啊 要怎么跟韩国瑜合作呢 金普聪也说得很实在 他说侯友宜啊 真的曾经主动邀请韩国瑜参加公益活动 但是没有下文 可见双方可能还有心结 在政坛上 谁跟谁没心结呢 很多心结烂 那但是总统的参选人 要把自己放到最小 个性也要忍下来 所以他觉得侯跟韩未来 还是有机会合作的啦 还有呢 这个主持人直接问了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让老三 从谷底翻身呢 这个金普聪就说 我没有什么锦囊妙计 我就是要针对困难 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解决一个 然后再解决下一个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支持侯友宜啦 侯友宜在刑警这么多年 这是在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 他都可以坚守住他的底线 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侯友宜的一个优点啦 他就讲出来让大家知道 然后再来就问他说 7月23号全代会之前 现在很多人说要换侯 那请问金 金执行长怎么看呢 清普聪就说了 其实侯友宜在被征召的时候 当时是整个党中央的中常会的拍手 通过提名的啊 所以全代会其实就是一个追认 追认 那过程其实他过去也参加过很多次嘛 他都知道 就是一个行事性的流程 那你现在要闹怎样 要闹换人 那会闹得很难看 这个是金扶聪的说法 那如何整合郭台铭呢 金金扶聪就说了 其实他感觉起来 他对韩国瑜好像还比较有信心 说到郭台铭 他就说 郭台铭好像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嘛 大家都知道 上一次都拼得啊 翻脸了 还出去跑出去乱嘛 那上一次输了之后反而离开 那整合能够努力 我们就努力 他应该也有这个智慧指导 他就开始跟郭董说 你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人 你应该要有智慧指导啊 如果你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 就是保送民进党了 家会民进党了 真的要想清楚啦 所以呢这个金普聪昨天呢 也把这些问题也都都回答了 而且特别是针对这一点 没有锦囊妙计 接下来我就是一个困难 一个困难的去解决 前这个立委郭正亮就说 金普聪出手之后 就是要大家赶快跟上 整个国民党的人 所有的团队 全部跟上火力支援 因为竞选的节奏就是要快横整 不据我了解 金大印这个职位 要求所有的人事权 所以他当然可以整顿人事 这是必然的嘛 然后后来他又找了一些 市议员进来嘛 都是发言人 那都是比较犀利的 里面当然包括许小新 刘淑慧 那我听说李明贤也被他叫进来 所以这一群人发言的那个节奏 肯定跟市府派不一样嘛 因为市府派就是公务员嘛 所以公务员就是坦白讲 就是比较严谨 可是竞选有时候 你有三分就要说十分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民进党一分就说一百了 所以你说你有三分要说十分 快很准要胆子大一点 这个在选举没什么不对 这个大千也选过一定知道 所以大概市府派就会 这个节奏慢了一点 那慢了一点这个当然就 像金小刀啦 有很多议员看来就说 怎么那么慢啊 之类的啦 所以我觉得金小刀当然 他出手之后就是要人家赶快跟上嘛 比如说他安排侯友宜 接受赵少康的专访 那五大政见一出来 后面就要跟啊 火力要支援啊 然后716凯道游行 我们估计一定是上万人啊 那那个场 三个人都来 你上去台上讲话 一定要抓到梗啊 对不对 不然你会被比下去啊 好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金补聪直接跟郭台铭说 你要有智慧哦 因为如果你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呢 就是保送民进党了 而这个郭跟侯之间 到底有没有可能合体见面呢 据说今天晚上在台东 有一场餐会 这两个人都会出席 只是不知道时间会不会错开 我们来听听看侯友宜怎么说 好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带来关心选战的焦点议题 顾问党参选人侯友宜同时也是新北市长 侯友宜今天早上在参加完市政会议之后呢 也接受媒体联访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他等一下在市政会议结束之后呢 是不是就要赶往台东 进行一连串的行程 而在晚上的时候呢 是不是会跟郭台铭同框和解 侯友宜强调说呢 一切尊重党庄的安排 至于说呢 其实跟郭台铭的互动 他也觉得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团结一心才有可能赢得胜血 不过讲到团结就讲到说呢 其实下午的中常会 是不是会有中常委提案 三阶段的换猴 侯友宜强调 一切尊重党庄的决定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那今天中常委可能会落实提案 三阶段的提名制度 我会觉得是在卡你吗 我尊重中常委的提案 好 郭台铭看似呢 是非常不担心这个换猴危机 一再的强调说呢 自己呢 其实是非常的亲民 以及很接地气的 同时呢 昨天朱伦伦其实有强调说呢 不管是在这个造势会 会一场一场接着举办之外 七二三的全代会之后呢 也会有挺猴大会 而且呢 现在小鸡们也都树立起 跟郭台铭的合体看板 象征着 其实郭台铭跟党中央都是一心 一起来支持这位候选人 同时呢 绝对不会换猴 看似也是党中央现在的心意已决 而且大家呢 其实会觉得说 最近侯友宜的声势 其实都还是在稳定的上涨当中 前面首长李乾隆 其实有讲到说呢 这个挺郭挺韩 是假议题 侯友宜呢 他是强调说呢 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而至于说 他是党征召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我是国民党征召出来的总统参选人 党员支持党征召的候选人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 更重要我们面对2020 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今天直系长说的就是 亲民跟爱民接地气马 侯友宜出生的背景 生活的环境 就是从菜市场 爸爸卖制作摊 长大的 所以我一路走来 就是战战兢兴 努力做事 跟我们的市民 好朋友们在一起 希望能够了解 在过程当中 努力地去解决 我们市民朋友的问题 好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 有没有可能跟郭台铭 合体的一个行程 而且还传出说呢 这个有科议员呢 可能会出席 力挺侯友宜 侯友宜强调说呢 这次是不是属于一个 拔装成功的一个现象呢 侯友宜是强调 他希望能够跟台东 更接地气 同时呢 也希望呢 更亲近选民 也是他这一次 不管是情义地方 还有整合蓝军 非常关键的一体 尤其是现在 大家最关心的 若是遇到郭彩铭 若是遇到韩国瑜 会讲什么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 一起团结 因为大家共同目标 就是下架民进党 一起爱中华民国 以上是我们找到 真情形相镜头 战风宜 好谢谢嘉宇 好谢谢嘉宇也代替这个嘉宇 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 大家都说嘉宇好漂亮 这个谢谢大家啰 好刚刚提到这个金普聪 金普聪进入了后宜办公室之后呢 已经开始盘点这个选物内容 清理战场 根据近周刊的报道 所有知情人士爆料 金普聪最在意的 就是他的选战策略 还有议题节奏 媒体曝光效益等 那近日呢 他也为侯友宜提 这个兵役政见这件事情 亲自上火线开了记者会 引发金普聪必须要 快刀斩乱麻 整顿侯团队内斗问题的导火线 为什么呢 月初的时候就发生了 这个电视台专访侯友宜的内容 提前曝光了 我们当时都提前看到了 那金普聪就很不高兴 非常不高兴 这件事对他来讲 是绝不能接受的 他就不满 就下令要彻查外泄 到底谁把这些题目泄出去的 最后锁定了 是市府派人马的疏忽 甚至也点名了 新北市的参议 督导不周 不过针对这个周刊的报导 侯宇的竞选办公室 已经郑重声明了 报导与事实严重不符 执行长金普聪 郑重的表示 这是有信件事 想要刻意的制造 内部矛盾 所放出来的不实讯息 也没有任何人督导不周的状况 请外界不要以讹传讹 不过说真的 金普总他是真的 蛮介意他的一些策略 提前被人家到处去讲 这个是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好 另外 柯文哲要扮演唱会 而且门票还秒杀 真不便宜耶 一张八千八 这是Blackpink吗 那高嘉宇今天就说了 这个票价太贵了 他说柯文哲唱歌那么难听 怎么还可以卖八千八呢 把时间交到国会去了 好 各位观众 柯文哲即将在七月底举办演唱会 当然这个举动也是激到了非常爱唱歌的港湖女神高嘉瑜 那么高嘉瑜现在也在说 他的第二场演唱会已经在筹办之中 他也证实在规划了 但是面对柯文哲卖这八千八的票价 他今天直言这也卖太贵了吧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我觉得八千八百块是有点过高啦 因为我上次四年前办的那一场才八百八 而且我 怎么猜那么多 唱歌比柯文哲好听 那也有可看性 卡斯内容又比他坚强 那而且长度也非常的高 四个小时 所以世间大哥才说物美价廉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卖八百八 那我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有点心酸 所以未来如何去规划 我自己也会好好的思考 因为毕竟平常我都免费唱歌给大家听 我觉得大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像不知道说我们的歌声 其实是很珍贵的 那所以我现在有在思考以后 不要免费唱歌给大家听 因为柯文哲唱歌那么难听 都卖八千八 好我们听到高教育指出 你各位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都这样免费听他唱歌 而且他说柯文哲唱歌这么难听 还卖到八千八 他才卖八百八 这听起来还真是心酸 至于高家瑜他的演唱会的场地 要办在哪边 会不会办在北流呢 毕竟北流也是他的选区 但是高家瑜说 都看到柯文哲已经受挫了 那么他就自己也不会再自取其入 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国会最新 哇高家瑜也要办演唱会 我看我们的网友 应该比较希望我们的马德办演唱会吧 如果希望马德办演唱会 你帮我写加一进来 如果你希望凡哥办演唱会 你帮我写加二进来 我觉得我们两个唱歌 觉得比那两个人好听 再来看到就是台湾的诈骗集团 有没有离谱到这种地步 你稍微看一下新闻好不好 说最近这个诈骗集团 既然把立委高家瑜的照片 冒用了 但是既然冒用还误用 用到了游淑会 游淑会明明跟他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民进党 虽然都在内湖区 这高家瑜就说 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离谱 把他们两个人的照片摆在一起 明明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而且重点还是两个党 现在是要这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两个不同党的人 你去问路人 路人都会告诉你 哪个是游淑会 哪个是高家瑜 大片集团真的是荒腔走版 而且是越来越离谱 那不只是把我的照片 跟游淑会的照片摆在一起 然后说是我 那甚至在脸书上 也陆陆续续出现很多的投资社团 然后用我的照片 然后又说是蔡上华 那甚至用我的照片 然后用精力各方面 跟我个人是完全不搭的 状况说我是台湾大学的财务管理系 又说我是TVBS的主播 然后精力上有很多 什么投资证照等等的这些 那用的是我的照片 那故意要引用大家 去参加投资社团 但是这些诈骗集团 他可能不在台湾 所以不知道我在台湾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问证 然后是立法委员 那当然很多网友就哭手说 会唱歌的才是高家瑜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 这也凸显说诈骗集团 他善于就是利用这些名人的照片 然后去诱试很多不知情的民众悟性 然后去投资 一般民众应该可以很轻易分辨 我跟优俗会的差异 所以我是觉得放在一起 就凸显诈骗集团真的非常的狭 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怎么会摆在一起 然后认为是同一个人 不管是眼睛 脸型 各方面都不一样 你的差异是哪部分有差异 差异我想大家都应该都看得出来 应该不需要我明说 拿去问台湾的每个路人 让大家去分辨 我想大家都能够轻易的分辨出来